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夏若阴眼里 她莫无忌有不得不死的理由 她也应该有知情权 可是这些 夏若阴并没有给她 见莫无忌轻轻松松破开了自己的气势碾压 经将散力气暴增 身形一闪 抬手直接抓向了莫无忌 在她的眼里 莫无忌的修为最多不过是真弧镜 只是为了装神弄鬼 这才隐匿了自己的灵运波动 她可不相信自己拿不下一个区区的真弧镜修饰 莫无忌这回脚步都没有动 一拳哄向了镜江散 她想要试试 自己和虚神镜六层到底相差多远 原力炸开 莫无忌被强大的原力反噬 倒退出十多步才停了下来 胸口一阵阵阴痛 莫无忌不经反省 尽管在原力上她比对手差了许多 但对方想在星空中截杀她 那显然并不太可能 镜江散心里则是震撼不已 此刻她已肯定 莫无忌绝对是虚神镜强者 哪怕她刚才那爪并非实诚力量 她也相信不是一个真弧镜能够挡得住的 什么人敢在星空码头动手 一道强悍的气势涌了过来 跟着一名身材积极高大的男子落在二人中间 从这人腰间的牌子谁都可以认出来 这是星空码头执法者 谁敢在这儿冒犯星空码头的规则动手 甚至会立即被隔杀当场 莫无忌见过执法大人 我和几位朋友在此相聚 此人与他的同伙主动上来挑衅我们 莫无忌见到执法者 第一时间上前见礼 同时解释清楚了原因 这家伙的实力 应该比井江散略低上一筹 但是莫无忌很清楚 如果没有后台 得罪了这里的执法官 下场会是什么 那就是没有下场 而且他也清楚 自己完全占理 因为无论是对旁骑几人 还是对他 都是后动手的一方 在星空殿 后动手的一方就是占理的 此时井江散也赶紧上前施礼 列阳城井家弟子井江散 见过执法官大人 听到是列阳城井家的人 这名执法者的眼神略微有些变化 显然从地位上说 列阳城井家的地位远高于一介三修 莫无忌没报出来历 自然是三修无一了 说一下具体的原因 执法修士淡淡的问道 莫无忌见着执法官 与其温和的询问井江散 就暗道不好 果然 井江散眼角扫了眼莫无忌 这才说 回执法官大人 这几人原本是我井家的护员 后来他们偷窃我井家的东西 逃离井家 直到今天我才在这 杜住他们几个 不久前 我已经去星空殿 进行了抓人报备 听说井江散已经去报备过 这名执法官更是点了点头 这才对莫无忌几人说 你们几个跟随我过来 说完又对井江散失忆 你也一起过来 莫无忌知道 若他真和着执法官一到走了 那他可就真的回不来了 执法官大人 我相信这里可以当众询问清楚情况 事实上 井家的人在说谎 井家的人为了贪污朋友 旁起身上的一件宝物 让井家一个叫井丹武的女人 故意接见 我还需要你来叫我执法不成 你可和我一起走 否则 格杀无论 根本不等莫无忌把话说完 这名执法官就冷吼一声 打断了他 楚千楼本来见莫无忌过来 还松了一口气的 没想到事情发展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赶紧站出来就要说话 只是那执法者 根本不给他机会 哼 任何人只要和这几个人 惯人在一起 全部带走 莫无忌生出了一种无力感 因为对方不想得罪井家 一定要拿下他们几个 卖点人情给井家 可是他怎么可能和这家伙一起走呢 阁下好大的官位 有种 你就带走我试试 莫无忌周身气势暴涨 一道道闪雷在他身中环绕 这个时候 除了把事情闹大之外 他根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这不是理智可以解决的问题 继续软弱下去 他们几个人 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星空码头 原本围观的人就很多 现在莫无忌 竟然准备和这里的执法官战斗 引来的旁观者更加的多了 井江散嘴角露出一丝计讽 如此诚服 也敢和他紧瞎斗 他甚至还没有施展手段 对方自己就先沉不住气了 黄某倒要看看 你一个散修 哪来的敌气 和我星空执法者对抗 说话间 他更是和之前的井江散 对付莫无忌一样 抓向了莫无忌 出千楼级的额头冒汗 可是他却毫无办法 事情都到这个时候了 莫无忌根本无法退缩 唯一的方式就是冲到三楼 然后从星空门逃入星空 几乎就在执法官抓向莫无忌的同时 莫无忌已然挥出一道炸雷 空底圣 这名执法官抓向莫无忌的手骨 直接被炸雷炸断 他也不过才虚神二层实力 甚至还不如井江散 偏偏他在这执法殿傲慢惯了 谁敢和执法殿的执法官动手啊 修为比他强的 在他面前说话低声下气的 那都多了去了 莫无忌之前身上的气势 在他眼里也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 就算不是 他也无惧莫无忌这样一个 看起来连毛都没长期的年轻人 可莫无忌一道炸雷就将他手骨炸断 这让他瞬间明白 莫无忌的实力似乎不在他之下 最让他震惊的是 莫无忌居然敢还手 这名虚神器的执法者 毫不犹豫射出一道光芒 这是求救信号 遇见阻挠执法的修饰 实力又比他强的 他就可以发出这种求救信号 所有人都同情的看着莫无忌几人 大家都知道 莫无忌几人的下场将比死还要可怕 一道恐怖的气势碾压下来 莫无忌头一次被别人的气势碾压的倒退出去 他直接撞在了楚千楼身上 还是楚千楼出手将莫无忌好好拦了下来 来人绝对是一名真神静后妻 否则的话自己不会受到如此大的气势压力 莫无忌第一时间就确定了对方的实力 心中愈发担心起来 在真神静强者手下 他能逃到三楼冲进星空之中 再说 就算他真的冲入星空又能如何 实在不行的话 他只能用谋兰汉给他的令旗了 说实话莫无忌是真不想用这枚令旗 这种东西算是人情 用了就等于欠了别人的人情 跟着一名黄虚男子落在了星空码头第一层大厅 他的目光扫了一下莫无忌几人 又从井江散几人身上扫了一下 最后落在了那名被莫无忌轰断手骨的执法官身上 说 黄虚男子仅仅说了一个字 这位执法官立刻添油加醋 将莫无忌阻拦执法的事情说了一遍 黄虚男子又将目光盯向了莫无忌 瘀气冰寒的说 是否如此 换成一般的修士 黄虚男哪里还有这么多废话 他是看到了莫无忌并未达到虚神 居然可以让黄瞻受伤 至于灵蕴不显这回事情 那是太多修士都喜欢隐匿修为了 如果一个真狐镜修士 哪怕是在黄瞻轻敌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让黄瞻的手骨受伤 那也不容易 若莫无忌真的以真狐镜伤了一个虚神初七 那莫无忌绝对不是一个散修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问题 星空殿的势力此时同样在重组战队 现在这么多修士旁观 他一个处理不好 传出去以后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星空殿中势力盘根交错 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 所以在没有问清楚之前 他不会轻易下手 莫无忌一抱拳 不卑不亢的说 此人一派胡言 他完全是因为想暗中出手帮助警家 所以才偏向了警家 真实情况是 警家想坑我朋友的祖传宝物 让警家女子装清纯 勾引了我的朋友 现在东西已经被他们拿走了 还想杀人灭口 警家散文言赶紧上前 余前辈 事实不是 从警家散的话里 大家都听得出 他认识这个真神静的强者 这黄虚男子哼了一声 哼 我还没有问到你 对于警家这种知根知底的人 他反倒是并不在意 警家充其量 只是抱上了燕家的大腿而已 他的身份没有必要去在意 你的星空牌拿来我看看 黄虚男子看着莫无忌沉声爽 莫无忌取出了自己的星空牌 递到了黄虚男子手中 莫无忌 星空贡献分两万六千八百一十一 排名九千九百五十一 黄虚男子看见这一排子 震惊地看着莫无忌 你是星空榜声的人 莫无忌看得出来 这名黄虚男并不打算将他们几个出卖给警家 似乎登上了星空榜 还会有不同的待遇 他当即抱全失礼 回前辈 晚辈正是刚刚踏上了星空榜 听到莫无忌的话 警将伞忽然觉得脑海中嗡的一下 他整个人都有些呆了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